我们稍微讲一下spot's reward的problem,然后再下课。 spot's reward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当我们在认agent的时候,多数的时候,agent都是没有办法得到reward的。 在没有办法得到reward的情况下,对agent来说,他的训练是非常困难。 假设你今天要训练一个机器手臂,桌上有一个螺丝钉跟螺丝起子,你要训练用螺丝起子把螺丝钉拴进去。 这个很难,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一开始你的agent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他唯一能够做不同的action的原因是因为exploration。 举例来说,你在做queue learning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随机性让他去采取一些过去没有采取过的action。 你要随机到说,他把螺丝起子捡起来,再把螺丝钉进去,然后就会得到reward一。 这件事情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不管今天你的actor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得到reward永远都是零。 对他来说,不管采取什么样的action,都是一样糟或者是一样好的,所以他最后什么都不会学到。 所以今天如果你环境中的reward非常的sparse,那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但是对人类来说,人类很厉害,人类可以在非常sparse的reward上面去学习。 就我们的人生,通常多数的时候我们就只是活在那里,都没有得到什么reward或者是 penalty,但是人还是可以采取各种各式各样的行为。 这一个真正厉害的人工智慧,他应该能够在sparse reward的情况下,也学到要怎么跟这个环境互动。 所以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很快的,非常简单的介绍的就是一些handle sparse reward的方法。 那在这个作业4-3里面,除了要做act equity以外,那你就会要求大家做act equity,然后比较一下说你现在的act equity,如果做在4-2上有没有比较好,如果做在4-1上有没有比较好。 那当然是希望应该是要有比较好啦。 接下来呢,会希望你implement某一个方法来再improve你的model。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你就自己决定,你不一定要implement很难的方法,你就看你自己想要做什么。 例如来说,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些handle sparse reward的方法,就看看说里面有没有是你用得上的。 我们会讲imitation learning的方法,看你要不要做一下imitation learning,你可以给你的agent一些示范,看看他能不能够学得比较好,等等。 我们就想一个你喜欢的方法来improve你的model。 好,那怎么解决sparse reward的这件事情呢?我们等一下会讲三个方向。 我们先讲第一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第一个方向叫做reward shaping。 reward shaping是什么意思呢?reward shaping的意思是说,环境有一个固定的reward,它是真正的reward。 但是我们为了引导machine,为了引导agent,让他学出来的结果是我们要的样子。 这个developer就是我们人类,刻意的去设计了一些reward来引导我们的agent。 举例来说,如果是把人类当作agent,然后小孩当作agent的话, 好像一个小孩,他现在呢,他可以take两个action。 一个action是,他可以出去玩,然后出去玩的话,在下一秒钟呢,他会得到reward一。 但是他可能在月考的时候成绩很差,所以在一百个小时之后呢,他会得到reward-一半。 然后他也可以决定他要念书,然后在下一个时间呢,因为他没有出去玩,所以他觉得很不爽,所以他得到reward-一。 但是在一百个小时之后呢,他可以得到reward一半。 但是对一个小孩来说,他可能就会想要take a play,而不是take a study。 因为今天我们虽然说我们计算的是accumulated reward,但是也许对小孩来说,他的discounting factor的值很大。 所以未来的reward,他是觉得不太在意未来的reward。 而且也许因为他是个小孩,他还没有很多experience,所以他的q-function的estimate是非常不精准的。 所以要他去estimate很遥远以后会得到的accumulated reward,他其实是预测不出来的。 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大人就要引导他,怎么引导他?就骗他说,如果你坐下来念书,我就给你吃一个棒棒糖。 所以对他来说,下一个时间点会得到的reward,就变成是positive的。 他就觉得说,也许take a study 是比play好的。 虽然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的reward,而是其他人去骗他的reward,告诉他说,你采取这个action是好的,所以我给你一个reward,虽然这个不是环境真正的reward。 所以reward shaping的概念是一样的。 简单来说就是,你自己想办法design一些reward,所以他不是环境真正的reward。 比如在玩Atari游戏里面,真正的reward是游戏的主机给你的reward。 但是你自己去设一些reward,好引导你的machine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循例来说,这个例子是Facebook玩visiton的agent。visiton是一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是一个射击游戏。 那在这个射击游戏里面,基本上你杀了敌人就得到positive reward,你被杀就得到negative reward。 但是如果看一下他们的paper的话,他们其实小心的在设计了一些新的reward,用这些新的reward来引导他们的agent去做的更好。 所以这个并不是游戏中真正的reward。 举例来说,我们先不要看第一个,比如说你掉血你就扣0.05的分数。 这个很正常,为什么会加这个reward呢? 因为假如说要死了才会得到negative reward,这时间太久了,你刚刚玩很久才会死。 但如果掉血就扣分,Asian就会学到说尽量不要掉血。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如果弹药减少就扣分。 然后这个是说如果减到补给包就可以加分。 因为假设今天只有活着才有加分的话,减到补给包这件事情,对agent来说是不一定可以得到reward。 就是他减到补给包,他可能很久以后才会发现说这个补给包跟他接下来的存活有没有关系。 所以你就直接告诉agent说,减到补给包是有加分的,减到弹药是有加分的。 然后这个是扣分,这个是什么?如果agent一直待在原地,他就会扣分。 因为他就不做事嘛,因为其实待在原地就短程来说还是有用,因为随便走走很容易被敌人杀死。 你躲在角落反而做一个边缘人,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杀死。 所以今天为了让agent自动去寻找敌人,所以如果他一直待在原地的话,是扣分的。 这边也有一个是说,如果agent动的话,他也是加分的,给他一个很小的分数。 那最第一个有趣的是说,他其实活着是会被扣一个很小的分数。 为什么活着会扣一个很小的分数呢?我拆将这个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假设agent现在只想活着,他就不去杀敌人。 他会一直躲避敌人。他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就不乱一直躲在角落都不出去迎战,这个游戏就会玩不下去。 所以如果他一直活着,不出去决战的话,反而是会被扣分的,所以故意把这个reward加上去,强迫的去变得比较好战一点。 那你说,为什么这个是0.05,为什么不是0.053呢?这显然是调出来的,懂吗?这个你就是要去调它,这个你就是要调它,让你的agent做出来的事情是你想要的样子。 这个另外一个例子是OpenAI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想要表达的是说,reward shaping有时候是会有问题的,因为你需要domain knowledge。 比如说,他们现在想要机器人学会的事情是,把这个蓝色的板子从这个柱子穿过去,那机器人怎么学都学不会,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那你接下来可能会做一些reward shaping,一个乍听之下很合理的reward shaping的方式是说,只要那个蓝色的板子越靠近中间的柱子,那得到的reward就越大。 但是你的问题是,今天machine可能确实可以学到说,把蓝色的板子靠近柱子。但是它是这样靠近的,它是这样靠近的,它拿蓝色的板子去打那个柱子。 但是要把蓝色的板子拿到柱子上面去,才能够把这个蓝色的板子从上面滑下来。所以今天光是设定说让蓝色的板子越接近柱子而言,这种reward shaping的方法是没有帮助的。 至于什么样reward shaping有帮助,什么样reward shaping没有帮助,就变成是一个domain knowledge,是你要去调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介绍各种你可以自己加进去,然后in general看起来是有用的reward。 具体来说,一个技术是game machine加上curiosity,给它加上好奇心,这叫curiosity driven的reward。 好,那这个是我们之前讲in general看过的图,就是我们有一个reward function,它给你某一个state,给你某一个action,它就会评断说在这个state采取这个action,得到多少的reward。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totalreward越大越好。那在curiosity driven的这种技术里面,你会加上一个新的reward function。 这个新的reward function叫做ICM,intrinsic curiosity module。 那它就是要给机器加上好奇心。而这个ICM它会吃三个东西,它会吃state s1,它会吃action a1,跟state s2。 根据s1,a1,跟a2,它会output另外一个reward,我们这边叫做r1i。那你最后你的totalreward,对machine来说,totalreward并不是只有r而已,它有ri。 它不是只有把所有的r都加起来,它还把所有的ri加起来当做totalreward。 所以它在这个环境互动的时候,它不是只希望r越大越好,它还同时希望ri越大越好。它希望从ICM的module里面得到的reward越大越好。 那这个ICM它就代表了一种curiosity。那怎么设计这个ICM,让它有类似这种好奇心的功能呢? 这个是最原始的设计。这个设计是这样。我们说curiosity的module就是input三个东西。 input现在的state,input在这个state采取的action,然后接下来input下一个state s2,然后接下来会output一个reward ri。 那这个ri怎么算出来的呢?在ICM里面你有一个network,这个network会takeat跟st,然后去output st加1head。 也就是这个network做的事情是根据at跟st去predict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t加1head。 也就是根据现在的state,跟在现在这个state采取的action,我们有另外一个network去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接下来再看说machine自己的预测,这个network自己的预测,跟真实的情况像不像。 越不像,那越不像,那得到的reward就越大。 所以今天这个reward呢,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未来的state越难被预测的话,那得到的reward就越大。 这就是鼓励machine去冒险。 现在采取这个action,未来发生什么事,越没有办法预测的话,那这个action的reward就越大。 所以machine如果有这样子的intrinsic curiosity的module,它就会倾向于采取一些它风险比较大的action。 它想要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它想要去看看说,假设某一个state是它没有办法预测。 假设它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它会特别去想要采取那种state,可以增加machine exploration的能力。 那这边这个neward1,其实是另外trend出来的。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trending的时候,你这个neward1,它就是在trending的时候,你会给它at,st跟st加1。 然后让这个neward1去学说,givenat跟st,怎么predictst加1。 apply到action互动的时候,这一个intrinsic curiosity的module,其实会把它fix through。 如果大家知道我的意思的话,其实这一整个想法里面是有一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某一些state很难被预测,并不代表它就是好的,它就应该要去被尝试的。 举例来说,俄罗斯轮盘的结果也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并不代表说人应该要每天去玩俄罗斯轮盘。 所以今天光是告诉我们,鼓励我们去冒险,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光是只有这个neward的架构,我们只知道什么东西它无法预测,如果在某个state采取某个action,它无法预测接下来结果,它就会采取那个action。 但并不代表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举例来说,可能在某个游戏里面,背景会有风吹草动,会有树叶飘动。 也许树叶飘动这件事情是很难被预测的。 对梅迅来说,他在某一个state什么都不做,看着树叶飘动,发现这个树叶飘动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接下来他就会一直站在那边看树叶飘动。 所以说光是有好奇心是不够的,还要让他知道说什么事情是真正重要的。 那怎么让machine真的知道说什么事情是真正重要,而不是让他只是一直看树叶飘动呢? 你要加上另外一个module。 我们要认一个featured extractor,这个黄色的格子代表featured extractor。 它是input一个state,然后output一个feature vector代表这个state。 那我们现在期待的是,这个featured extractor可以做的事情是把那种没有意义的画面,没有意义的statement,没有意义的东西把它滤掉。 比如说风吹草动,有白云的飘动,树叶的飘动这种没有意义的东西,直接把它滤掉。 我们希望这个featured extractor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说这件事情是怎么做到的。 假设这个featured extractor真的可以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滤掉以后,那我们的network 1实际上做的事情是给它一个actor, 给它一个state s1的feature representation,让它预测state s7加1的feature representation。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说这个预测的结果,跟真正的state s7加1的feature representation相不相。 越不相,reward就越大。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认这个featured extractor呢? 怎么认这个featured extractor,让这个featured extractor它可以把无关条的事情滤掉呢? 这边的认法就是认另外一个network 2。 这个network 2它是吃这两个vector当作input。 然后接下来它要predict actiona是什么。 然后它希望这个actiona跟真正的actiona越接近越好。 我突然发现我的地方写的其实没有很对。 你有发现吗? 对,这个a跟ahat我应该要反过来吧,预测出来的东西我没有hat来表示, 真正的东西没有hat应该是这样感觉比较对啊。 所以at跟athave应该是反过来的。 所以这个network 2它会output一个action, 根据statest的feature跟statest加1的feature, 它output说从statest跳到statest加1要采取哪一个action才能做到。 那希望这个action跟真正的action越接近越好。 加上这个network的好处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要拿去预测action。 所以今天我们抽出来的feature就会变成是跟action本质上是跟预测action这件事情是有关的。 所以假设是一些无聊的东西是跟machine本身采取的action无关的东西风吹草动或者是白云飘过去, 是machine自己要采取的action无关的东西那就会被滤掉, 就不会被放在这个抽出来的factor的representation里面。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十分钟以后再回来。 好,我们来上课吧。 好,那第二刚才讲的是reward shaping的方法。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curriculum learning这件事情。 那curriculum learning不是reinforceable learning所独有的概念, 它其实在很多machine learning,尤其deep learning里面呢, 你都会用到curriculum learning的概念。 举例来说,所说curriculum learning的意思是说,你为机器的学习做规划, 你给它为training data的时候是有顺序的。 那通常都是由简单到难。 就好比说,假设你今天要教个小朋友做微积分, 然后他做错就打他一巴掌, 可是他其实有点都不会做,因为太难了。 所以你要先教他九九成法,然后才叫他微积分。 所以他打死他,他都学不起来。 所以很难。 所以curriculum learning的意思就是, 在教机器的时候,从简单的题目交到难的题目。 那如果不是reinforceable learning, 一般在training deep network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这么做, 居然在training rn 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的文献都report说, 你给机器先看短的sequence, 再慢慢给它越来越长的sequence, 通常可以学的比较好。 那用在reinforceable learning里面呢, 你就是要帮机器规划一下, 他的课程从最简单的到最难的。 举例来说,在Facebook的visitune那个游戏, 在Facebook玩visitune的agent里面, Facebook的visitune的agent, 据说蛮强的, 他们在参加visitune的比赛, 机器visitune的比赛是第一名的。 他们是有为机器规划课程的, 先从课程0一直上到课程7。 而在课程里面, 那些怪就是有不同的speed跟health, 怪物的速度跟血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越进阶的课程里面, 怪物的速度越快, 然后他的血量越多。 在paper里面也有讲说, 如果直接上课程7, 我们现在是学不起来的, 你就是要从课程0一路晚上去, 让我们去才学得起来。 所以在刚才把蓝色的板子放到柱子上的实验, 那怎么让机器有简单一直学到难呢? 也许一开始你让机器初始的时候, 它的板子就已经在柱子上了。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只有, 这时候机枪做的事情, 唯要做的事情只有把蓝色的板子压下去, 就结束了。 这个比较简单, 它应该很快就被学的, 因为它这种往上跟往下这两个选择, 往下就得到reward就结束了, 它比较学得起来。 这边是把板子挪高一点, 所以有时候它会很笨的往上拉, 然后板子反而拿出来了。 如果它这个学得会的话, 那这个也比较有机会学得会。 假设它现在学得到说, 只要板子接近柱子, 它就可以把这个板子压下去的话, 接下来你再让它学更general的case, 先让它一开始离板子, 板子离柱子远一点, 然后板子放到柱子上面的时候, 它就知道把板子压下去。 那这个就是curriculum learning的概念。 那当然curriculum learning这边有点e-hoc, 就是你不要人当作老师去为机器设计它的课程。 那一个比较general的方法叫做reversed curriculum generation,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通用的方法来帮机器设计课程。 这个比较通用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假设你现在一开始有一个state, sg, 这是你的goalstate, 也是最后最理想的结果。 如果是拿刚才那个板子和柱子的例子的话, 就把板子放到柱子里面, 这样子叫做goalstate, 你已经完成了, 或者让机器去抓东西。 你训练一个机械手臂抓东西, 抓到东西以后叫做goalstate。 那接下来你根据你的goalstate去找其他的state。 这些其他的state跟goalstate是比较接近的。 比如说如果是让机器抓东西的例子里面, 你的机器手臂可能还没有抓到东西, 就讲到这些跟goalstate很近的state, 我们叫做s1。 然后你的机械手臂还没有抓到东西, 但是它离goalstate很近, 这个叫做s1。 至于什么叫做近? 这个用麻烦就是case dependent, 你要根据你的test, 来design说怎么从sg sample出s1。 如果是机械手臂的例子可能比较好想, 其他例子可能就比较难想。 接下来你再从这些state1开始做互动, 看它能不能够达到goalstate sg。 每一个state你跟环境做互动的时候, 你都会得到一个reward。 接下来我们把reward特别极端的case去掉。 reward特别极端的case的意思就是说, 那些case太简单或者是太难。 reward如果很大, 代表说这个case太简单了, 就不用学了, 因为机器已经会了, 它可以得到很大的reward。 而reward如果太小, 代表这个case太难了, 依照机器现在的能力, 这个课程太难了, 它学不会, 所以就不要学这个。 所以只找一些reward适中的case, 那当然什么叫做适中, 这个就是你要调个参数嘛, 找一些reward适中的case。 而接下来呢, 再根据这些reward适中的case, 再去sample出更多的states。 就假设你一开始, 你的东西在这里, 你机械手臂在这边, 可以抓得到以后, 那接下来就再离远一点, 看看能不能够抓得到, 再离远一点, 看看能不能抓得到。 而这个方法很直觉, 但是它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了, 这个叫做reverse curriculum learning。 好,那刚才讲的是curriculum learning, 就是你要为机器规划它学习的顺序。 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讲的tip, 叫做hieretical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有阶层式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诶,请说,请说。 没有,因为它说从go state去反推, 就是说你原来的目标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从我们的目标去反推, 所以这个叫做reverse。 接下来要讲这个阶层式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所谓阶层式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是说, 我们有好几个agent, 然后有一些agent负责比较high level的东西, 他负责定目标, 然后他定完目标以后, 再分配给其他的agent, 去把它执行完成。 那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人在一生之中, 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做决定。 举例来说, 假设你想要写一篇paper, 那你会先想说我要写一篇paper的时候, 我要做哪些process, 比如说我先想个梗, 然后先想完梗以后, 你还要跑个实验, 跑完实验以后你还要写, 然后写完以后你还要去发表。 那每一个动作下面又还会再细分, 比如说怎么跑实验呢? 你要先collect data, collect完data以后, 你要再label, 你要弄个network, 然后又train不起来, 要train个多次, 然后重新顶在network架构好几次, 最后才把networktrain起来。 所以其实我们要完成很大的task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从非常底层的那些action开始想起, 我们其实是有个plan, 我们先想说如果要完成这个最大的任务, 那接下来要拆解成哪些小任务? 每一个小任务要再怎么拆解成小小的任务? 这个是我们人类做事情的方法。 比如说, 叫你直接写一本书可能很困难, 叫你先把一本书拆成好几个章节, 每个章节拆成好几段, 每段要拆成好几个句子, 每个句子都拆成好几个词汇, 你可能就比较写得出来。 那这个就是Hireth这个阶层式的reinflation learning 的概念。 这边是随便举一个好像很不恰当的例子, 就是说, 就是假设校长跟教授跟研究生通通都是agent, 那今天假设我们的reward就是, 只要进入百大就可以得到reward。 那校长就要提出, 假设进入百大的话, 那校长就要提出愿景, 要告诉其他的agent说, 现在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那校长的愿景可能就是说, 教授每年都要发三篇期盘。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 这个教授就是吃, 这些agent就是有阶层式的, 所以上面的agent, 他的action, 他所提出的动作, 他不真的做事, 他的动作就是提出愿景这样子, 然后他把他的愿景传给下一层的agent, 下一层的agent就把这个愿景吃下去。 如果他下面还有其他人的话, 他就会提出新的愿景, 有个校长要教授发期盘, 但是教授自己也是不做实验的, 所以教授也只能够叫下面的工艺的研究生做实验, 所以教授就提出愿景, 做出实验的规划, 而研究生才是真的去执行这个实验的人, 然后真的把实验做出来, 然后最后大家就可以得到reward。 这个例子其实有点差, 为什么说这个例子有点差呢? 因为真实的情况是, 校长其实是不会管这些事情, 我说校长不会管校长或发期盘, 而且发期盘在进入百大, 其实关系也不大。 而且更退一步说好, 我们现在是没有校长的, 所以现在根本就不是指台大。 所以这是个虚构的故事, 我随便乱编了,没有很恰当。 那现在是这样子的, 在认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agent都会认, 他们整体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最后的reward。 那前面的这些agent, 他提出来的action就是愿景。 如果是玩游戏的话, 他提出来的就是, 我现在想要产生这样的游戏画面, 然后下面的人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上面的人就是提出愿景。 但是假设他提出来的愿景, 是下面的agent达不到的, 那就会被讨厌。 比如说,如果教授都是去研究生, 都一直逼迫研究生做一些很困难的实验, 研究生都做不出来的话, 研究生就会跑掉, 所以他就会得到一个penalty。 所以如果今天下层的agent, 他没有办法达到上层的agent所提出来的goal的话, 上层的agent就会被讨厌, 他就会得到一个negative的reward, 所以他要避免提出那些愿景是底下的agent所做不到的。 每一个agent都是吃上层的agent所提出来的愿景当作输入, 然后决定他自己要产生什么输出。 但是你知道说, 就算你看到上面的愿景说叫你做这件事情, 你最后也不见得做得到这件事情, 对不对? 假设本来教授的目标是要写期刊,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会变成一个YouTuber这样子。 这个paper里面的solution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 这给大家人生做一下参考。 其实本来的目标是要写期刊, 但却变成YouTuber, 那怎么办呢? 把原来的愿景就改成变成YouTuber, 就结束了这样子。 在paper里面就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现在虽然本来的愿景是要写期刊, 但后来变成YouTuber, 那难道这些动作就浪费了吗? 不是, 这些动作是没有被浪费的。 我们就假设说本来的愿景其实就是要成为YouTuber, 这样你就知道说成为YouTuber要怎么做了。 这个是细节我们就不讲, 你自己去研究一下paper, 这个是阶层是RL可以做得起来的一个tip。 这个是真实的例子, 真实的例子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实际上, 在里面就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游戏, 比如这个是走迷宫, 蓝色的是agent, 蓝色的agent要走走走走走走到黄色的目标。 这边也是你的agent是单摆, 单摆要碰到黄色的球。 那愿景是什么呢? 在这个task里面它只有两个agent, 下面的一个最底层的agent负责执行决定说要怎么走, 然后还有一个上层的agent负责其出愿景, 但虽然实际上以general而言可以有很多层, 但Paper我看那个实验主要就是两层。 今天这个例子是说, 粉红色的这个点代表的就是愿景, 上面那个agent他告诉蓝色的agent说, 你现在的第一个目标是先走到这个地方, 蓝色的agent走到以后再说你的新的目标是走到这里, 蓝色的agent再走到以后新的目标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跑到这边, 然后最后希望蓝色的agent就可以找到黄色的位置。 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粉红色的这个点代表的是目标, 代表的是上层的agent所提出来的愿景, 所以这个agent先摆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新的愿景就跑到这边, 所以他要摆到这里, 然后新的愿景就跑到上面, 然后又摆到上面, 然后最后就走到黄色的位置。 这个就是characterical reinforcement learning。